三名園警 進入建設公司大動作敲門 因為有人報案 說自己一對情侶朋友 疑似遭人掳走 被卡在屋內出不來 當時一對情侶跟老闆相約喬事情 講到一半 女方覺得氣氛不對 向有人求救 園警到場後還被對方困住 整起事件發生在1月17號 萬華分局接獲掘人案 當下派了十幾名園警 但公司鐵門卻緩緩 三名園警先進去 但眼看鐵門就快關上 兩名園警跑出來用甩棍支撐 只是鐵門已經下降到五十公分 剩下一名園警就卡在鐵捲門 跟玻璃門只剩一公尺的縫隙間 想走也走不了 疑似遭逼鑽狗洞 員工還說鐵門壞了開不了 警方找消防隊破門 這時剛好建設公司 就自己把門打開 只是警方受困屋內四十分鐘 第一時間卻沒把人 以妨礙公務罪移送 拖了二十六天才在 二月十一號將涉案的黃姓員工 移送法辦 被質疑高層想吃案 疑似是松山分局之亂的翻版 強調不是拖延 只是碰上過年程序都卡關 這說法也讓人難以信服 畢竟原警辦案遭到限制行動 是事實 分局卻沒積極處理 也難怪引發外界質疑 華爾新聞告訴我陳之學 台北報導 有事沒事趕緊轉開華視 還沒有訂閱華視的YouTube頻道嗎 趕緊按讚訂閱開啟小鈴鐺 我們華視YouTube節目 有事實感 不幸福 借人 有事實感 也有事實感 有事實感